你們這群貓爐,平時去貓cafe 玩得多 知不知道從哪裏是我們大廟? 第一間介紹的其實並不算是餐廳 而是一個工作室 店主和貓義工合作 第樓梯貓提醫生,再站在這工作室 合眼園還可以申請領養 這裏是以貓貓健康行先 所以千萬不要嚇到牠們 第二間一樣是貓打過癮 這裏的貓貓一樣是流浪貓 這杯咖啡喝到一半便會見到貓貓 曲奇就是由另一間著名的貓貓cafe 提供,一樣是充滿愛心的地方 提到貓,怎麼少得這位母聚貓呢? 和甜品店期間限定,盛在有很多食物 全部都很精緻可愛 還有精品賣 除了貓貓,當然還有人類好朋友 又傻又脆智的八哥 竟然受歡迎到開主題咖啡 牠們的食物很多都是連著骨 到底和狗是否有關係呢? 最後就是比較多女生喜歡的兔兔 放心,怎麼會叫你吃兔兔呢? 只在這裏有很多兔兔裝飾 這裏的大廚是文華東方酒店過來的 食物質素都有保證 除了麥蒙,也有得食餐好 到麥蒙有沒有看中哪一間呢? 你會不會做的 我會不會做的 你會不會做的